南朝 420年到589年 至少氏 小自失利 南北朝时期陈朝第四位皇帝 正式嗜好为孝宣皇帝 后世比召汉朝和西境皇帝省略孝字 称陈宣帝 赞位14年 年号太监 第五代 长城县阳宫陈书宝 582年到589年 7年 隋文帝阳间市 隋文帝阳间追赠长城县宫陈书宝 553年12月10日到604年12月16日 自云秀 小自黄奴 南北朝时期陈朝末代皇帝 史称后主 在位共七年 年号至德 真名 北朝 439年到581年 北魏 386年到535年 第一代 道武皇帝拓跋386年到398年 代王 魏王398年到409年 北魏皇帝 二三年259天 魏道武帝拓跋歸 371年8月4日到409年11月6日 幼明社归 石义归 义归 开 北魏开国皇帝 代王拓跋十一间之孙 献明帝拓跋时和贺夫人之子 第二代 明元皇帝拓跋四 409年到423年 14年44天 魏明元帝拓跋四 392年到423年12月24日 鲜卑明木墨 北魏第二位皇帝 第三代 太武皇帝拓跋道 424年到452年 28年75天 魏太武帝拓跋道 408年到452年3月11日 鲜卑明帝离伐 北魏第三位皇帝 魏明元帝拓跋四的长子 魏道武帝拓跋归的长孙 再魏28年 是号太武皇帝 第四代 文成皇帝拓跋郡 452年到465年 12年232天 魏文成帝拓跋郡 440年到465年6月20日 鲜卑明乌雷 拥有执行头衔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第四代皇帝 是魏太武帝的嫡孙 锦木太子拓跋晃长子 在魏13年 第五代 县文皇帝拓跋红 466年到471年 7年 魏县文帝拓跋红 县文帝拓跋红 454年到476年 4万民 鲜卑明帝斗印 魏文成帝拓跋郡长子 南北朝时期北魏第五位皇帝 第六代 校文皇帝圆红 471年到499年 27年218天改拓跋市为原市 魏校文帝圆红 467年10月13日到499年4月26日 元姓拓跋 河南郡洋县人 是北魏县文帝拓跋红的长子 北魏第六位皇帝 后改姓元 在魏28年 年号太和 其所推行的校文帝改革 以汉化运动为主体 俗称校文汉化 其改革措施有利于缓解民族隔阂和阶级矛盾 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第七代 宣武皇帝圆克 500年到515年 16年 为宣武帝圆克 483年到515年2月12日 河南郡洋县人 为校文帝圆红次子 生母贵人高兆荣 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第七代皇帝 在魏16年 是北魏最后一位拥有实权的皇帝 第八代 校名皇帝圆许 515年到528年 13年 为校名帝圆许 510年4月8日到528年3月31日 为宣武帝圆克第二子 生母胡冲华 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皇帝 在魏13年 第九代 校庄皇帝圆子幽 528年到530年 3年 为校庄帝圆子幽 507年到531年1月26日 自艳达 为宪文帝拓跋红之孙 彭承王元邪第三子 母亲为王妃李元华 校庄帝是尔珠蓉拥立的傀儡皇帝 最终被尔珠罩绞杀 第十代 杰敏皇帝圆公 531年到532年 两年 西魏追世 为杰敏帝圆公 498年到532年6月21日 为宪文帝拓跋红之孙 广陵慧王元宇之子 母王氏 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皇帝 第十一代 校武皇帝圆修 532年到534年 两年235天 西魏室 为校武帝圆修 一说圆修 510年到535年2月3日 自校则 先卑族 为校文帝圆红之孙 广平武慕王元怀第三子 母亲是李氏 是北魏最后一位皇帝 西魏 535年到557年 第一代 文皇帝圆宝具 535年到551年17年 魏文帝圆宝具 507年到551年3月28日 为校文帝圆红之孙 尖赵王元宇第三子 母杨奥飞 南北朝时代西魏建立者 政权被宇文太父子控制 第二代 元亲 551年到554年 3年 元亲 525年到554年 西魏文帝圆宝具长子 母为以扶皇后 第三代 公皇帝拓拓 五五四年到557年 4年 赴元室为拓拔室 尚未于北周校敏帝宇文爵 宇文爵 将封送宫 为公帝拓拓 五百三十七年到五百五十七年 元姓元 西魏文帝元宝具四子 后为西魏最后的皇帝 东魏 五百三十四年到五百五十年 第一代 孝敬皇帝元善建 五百三十四年到五百五十年 一六年 北齐文宣帝高阳市 尚未于北齐文宣帝高阳 将封中山王 为孝敬帝元善建 五百二十四年到五百五十二年 1月21日 为孝文帝元宏增孙 清河文宣王元胆弟子 母亲和王妃胡志 南北朝时期东魏唯一一代皇帝 政权被高欢父子控制 北齐 五百五十年到五百七十七年 第一代 文宣皇帝高阳 五百五十年到五百五十九年 十年 其文宣帝高阳 五百二十六年到五百五十九年 自子晋 先卑名喉尼干 渤海俊条线人 先卑化汉人 因其生于晋阳 又名晋阳乐 为南北朝时期北齐开国皇帝 期间在位十年 他是东魏全城高欢次子 北齐追尊文乡皇帝高成的同母帝 第二代 济南闽道王高阴 五百五十九年到五百六十年 一年 孝昭帝高掩氏 废为济南王 高阴五百四十五年到五百六十一年 自正道 北齐第二代皇帝 齐文宣帝嫡长子 母亲是昭姓皇后李祖娥 第三代 孝昭皇帝高掩 五百六十年到五百六十一年 一年 其孝昭帝高掩 五百三十五年到五百六十一年 自延安 北齐第三任皇帝 他是东魏全城高欢第六子 文宣帝同母帝 在位一年 第四代 武成皇帝高掩 五百六十一年到五百六十五年 四年 其五成帝高掩 五百三十七年到五百六十九年 一月十三日 小四部落基 北齐第四位皇帝 五六五到五六九年 居太上皇 在位四年 实际掌权八年 东魏全城高欢第九子 文乡帝高成 文宣帝高阳 孝昭帝高掩之同母帝 第五代 高魏 五百六十五年到五百七十七年 十二年 史称后主 北周五帝 宇文雍 降丰温国公 高委五百五十六年 五月二十九日到五百七十七年 十一月 自仁刚 北齐武成帝高掩的嫡长子 南北朝时期 北齐第五位皇帝 后上位为吴上皇 史称后主 第六代 高恒 五百七十七年 一年 史称右主 高恒五百七十年到五百七十年代 五七七或五百七十八年 北齐最后一位皇帝 高委儿子 母亲穆皇花 后母冯小莲 史称右主 北周 五百五十七年到五百八十一年 第一代 孝敏皇帝宇文爵 五百五十七年 一年 五帝宇文雍追世 周孝敏帝宇文爵 五百四十二年到五百五十七年 自陀罗尼 大郡武川镇人 北朝西位全臣 宇文太帝长子 南北朝时代北周的开国君主 号称天王 但实际上是全臣宇文户的傀儡 第二代 宁皇帝宇文玉 五百五十七年到五百五十九年 四年 周明帝宇文玉 五百三十四年到五百六十年 五月三十日 小字统万突 是南北朝时期北周的天王及皇帝 宇文太树长子 母亲是夫人姚氏 第三代 五皇帝宇文雍 五百六十年到五百七十八年 一八年 周五帝宇文雍 五百四十三年到五百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自弥罗突 追尊周文帝宇文太第四子 北周第三位皇帝 期间推动建德悔佛 以求复国强兵 是三五灭佛之一 消灭北齐 为十二年后随灭臣之战打下基础 北周年erada kayak雨 realizeå 博士博士的地方 北周年erada域 � me咱俩